疫情持續趨緩 國內今天新增三例本土病例 四例境外移入 還有兩例的死亡個案 從十六號起開放預約施打高端疫苗 符合預約資格的對象 包含了三十六歲以上的民眾 跟二十歲以上的第九類對象 二十三號開始接種 也因為急需要疫苗 韓國派人到美國催貨 指揮官陳時中表示 這樣的舉動是否有效 還有待觀察 臺灣也有透過多方管道再溝通 國內疫情持續趨緩 十四號新增三例本土病例 其中兩例是居隔陽性 另外新增兩例死亡 跟四例的境外移入 指揮官陳時中認為 各縣市疫調進行的 已經越來越快 相信疫情都能獲得控制 目前變種病毒肆虐 指揮中心統計 從七月日號起 共一百四十五例的境外移入 病例中 有四十人曾經接種過疫苗 有十二例是完整接種後 還染疫 就包括Delta病毒 主委中心也公布 十六號起開放預約施打高端疫苗 符合預約對象有三類 包括六十五歲以上長者 三十六歲以上的民眾 二十歲以上的第九類對象 二十三號起就可以接種 預計將會提供六十萬劑的高端疫苗 現在許多人出國打疫苗 十四號重啟帛琉旅遊泡泡 遊客前往打疫苗 返臺後是否能夠獲得認證 陳時中也表示將以當地的認證為主 但在後續認證程序通過之後 國內也會給予承認 現在國際都急需疫苗 南韓派人前往美國抗疫催貨 臺灣是否也會跟進 陳時中表示赴美催貨是否有效有待觀察 臺灣主要透過多方管道溝通 而莫德納疫苗在全球供應量相當大 縱使因應韓國需求做出調整 應該也不會影響到臺灣 記者 韓音朋友組 台北報導